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位居交通枢纽以及生动铜区的元素 在社区周边规划绘制了3D立体彩绘 营造整个社区的活泼场域气氛 包括了变电箱的美化 社区活动中心的建筑物彩绘 以及整个社区公园的围墙墙面 在视觉及心灵上有着焕然一新的惊喜感 在这个水泥墙上面 透过跟社区的这个礼监士们 还有我们的主席 李吉星的主席的建议 在这边做了这样的一个立体的 这一个3D的这一个彩绘墙 希望说能够营造一个 因为公安正进行在这边 有很多的这个火柴枪 在地的这个文化 所以呢 把这些文化呢 在这一个3D的这个墙上面 把它这个画起来 让我们大家来这些镜头以外 可以看到有一个在地的文化 所以呢也是希望说营造一个我们所谓的打卡的一个新地标 所以将来我们来村去的这个饭店 做饭店不在游客观光客 也能够在这边 在来我们的东安社区这边 这个公园 这个东安公园在这边做打卡 政长也希望能够吸引 临近社区活动中心旁的 国际春雀饭店的住宿旅客 也能前来东安公园 与彩绘围墙打卡留念 成为罗东镇新的打卡新地标 促进罗东的观光 也活络东安社区的人潮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